哈囉 這次要跟大家討論的主題是 寶寶吃奶嘴 其實奶嘴有分蠻多形狀的 比方說有那種圓頭狀的 然後也有拇指型的 那其實每個寶寶的喜好都不一樣 比方說我女兒就非常喜歡吃圓頭 那如果是給他拇指型的 他是絕對不吃的 我曾經試過他一拿到以後 他嚼了一下 嗯 表情很奇怪 然後沒多久就把他丟掉 不吃就是不吃 換換換 好可憐喔 這個對了嗎 務必要給女兒吃奶嘴的時間點 大多還是在睡覺之前 如果他喝奶喝一喝 然後就好像昏昏欲睡 這時候如果你奶瓶把它拔起來 他會發現 嗯 怎麼嘴巴裡面空了 很容易就醒來了 通常我都會無縫接軌喔 喂完奶然後呢 就把奶嘴放到他嘴巴裡 他就會非常心滿意足的 沉沉睡去 也有幾次就是半夜 他可能嘴嘴吹掉了 然後他想要醒來的時候 就在那邊轉啊轉啊 搖頭晃腦的 就會摸黑找嘴嘴 真的找不到怎麼辦 然後他就醒了 然後那個晚上我就非常難熬 所以我覺得半夜吃奶嘴 好像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育兒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好但是半夜一直含著奶嘴 那也不行喔 我們會建議媽媽就是說 一旦他睡著了 他不需要安抚奶嘴了 是否您就可以把它拿掉 就不要讓他含整夜 那因為含整夜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長一些 黴菌的額口窗啊在裡面 那是一種黴菌感染 那往往就是因為那個長時間的一些 就是裡面可能有殘餘的一口奶啊 然後呢他又就是含著奶嘴 所以就是整個就是不透氣的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當然如果你整個長時間的這樣子含著奶嘴 那他的牙齒的成長跟那個整個嘴型 可能就會有所改變 一般來講乳牙20顆 可能會在兩歲半以前整個發展完畢 所以我們會希望 在這塊素乳牙再成長 越長越多的時期 我們可能真的要慢慢的把它戒斷掉 在清洗的部分其實就是 一開始真的當然是比較謹慎 畢竟baby還小嘛 所以呢就一天下來 我大概會至少消毒個兩到三次 把它放到消毒鍋裡面 那到大一點的時候呢 就會有時候可能掉到地上啊 我就是泡一下熱水 然後現在比較大了 現在十個多月了 有時候被小心弄髒了 我就是自來水稍一洗一下甩一甩 就覺得好像應該可以慢慢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消毒方式 好可憐喔